哈喲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迷你世界奶糖 今天我来挑战一下 七种等级跑酷 第一关是菜鸟 接着是萌新 普通 老手 困难 大神 和最后一关 无体 嘿嘿 周围 美食村新上位的跑酷小王级 这些关卡不是简简单单吗 哇 作者 第一关菜鸟 你确定你不是在侮辱人吗 一路走到头就通关了 箱子里有60个面包 还挺香 下一关 萌新 确实挺萌新的 跟菜鸟关卡没什么区别 直接走中间就过去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哦 居然还有护甲船 不错不错 第三关 普通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跳就好了 第十关 老手 有点难度了 哎呀呀呀 我就说吧 出息不利 这关 我们需要把握好这个跳跃的节奏 下面一个加速跳跃 一个二段跳 简简单单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哎呀 居然有把冷亮剑 接下来 第五关 普通难度 看我 预见复行 哎呀呀呀 竟然飞过头呢 跟机前一样一个加速跳 哎 这距离怎么这么远啊 看来 是需要冷亮剑了 原来如期 过关过关 下一关 大神关卡 这才是真正的开始呢 考验我们 二段跳的熟练度的时候到呢 还是非常简单的 听说 有很多小伙伴 不会二段跳 那今天 来堂就来教大家一下 我们前面 现在有三个格子 我们只需要 到第二个格子的时候 起跳键 按两下 就能成功 小伙伴们 看到没 就是这么简单 再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学会了吗 最后一关 无敌关卡 需要三段跳 我们 要在这边强 操作一个二段跳 然后 快速把方向转向 另一面强 再跳一下 就能成功 看我表演 一二三 哎 差点成功 我去 怎么出不来了呀 崩溃了 太难了 小伙伴们 你们会三段跳吗 有没有老玩家 焦焦奶糖呀 小伙伴们 给右轰